一條捷運沒感覺 連線房價也無感 台中捷運進入倒數計時 明天也將進入試營運 2020正式通車 先來聽聽民眾怎麼說 除非就是捷運都蓋了很多了 你只有一條兩條應該不會 高雄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啊 覺得交通還是會很亂 不只民眾對捷運無感 蘋果也盆點台中捷運的沿線住宅 發現這三年來房價都處於盤整態勢 房價正負10%震盪 並沒有明顯單中效果 其中最高單價落在七期八期之間 沿線還有三字頭的新城屋 均價穩穩佔上25萬元以上 除此之外 由於其他站點的新城屋、郊屋集中前兩年 今年都回歸了平淡 均價紛紛走回一字頭 其實很多建商已經進去推案了 總站裡面一開案就是20幾 然後又加上Costco 已經確定了嘛 那個地上全的 我覺得G0站會是未來很有潛力的地方 台中頭尾兩站都還有重劃區帶開發 北屯總站二字頭 烏日站一字頭 價格不貴又親民 最被市場看好 至於究竟實質效果如何 還是要等兩年後通車檢驗 敵看好 超市場的大選